因為他就沒有去做篩檢 就沒有發現 導致說他可能要到 身體有一些很嚴重的症狀 出來之後 才不得已要去看醫生 講著病人離癌過程 醫師深深有感 尤其近幾年來 癌症死亡率高 通常病患到診的時候 都已經是症狀相當明顯 屬於癌症中後期的階段 若是能及早治療 癌症的風險就望向低 四個癌症都落差都很大 就是我們分析了 幾乎是全身上下所有癌症 那特別是這四個癌症 落差很大 就其他癌症的 其他非這個四癌篩檢的癌症 可能差距都還不至於這麼大 癌症風險年年增加 根據最新110年度數據統計 國人離癌排行 第一名是肺癌 有16,880人 第二名是大腸癌 16,238人 第三女性乳癌 15,448人 第四是肝癌 10,775人 第五名口腔癌 8,211人 总统赖清德提出健康 台湾愿景 2030年 减少因癌症死亡人數 三分之一 但這樣的愿景 專家跟醫生們持保留態度 癌症的死亡率要下降 但癌症到末期 它的死亡率都是高的 你不管怎么治都差不多 我們重點是 能夠早期把癌症塞查出來 早期把癌症塞查出來 原則上來講的話 癌症只要是早期 就能夠得到很好的治療 所以不需要 到了末期 再用很好的藥去處理它 這樣是沒有辦法降低死亡率的 那至於前面的那個篩查 當然是 我們希望把這個年齡層 能夠往下降 總統提出的癌症治療三件 包含提升早期癌症篩檢 以及聚焦基因檢測 以及精准醫療 建立百億癌症新藥基金三種 目前2030年 癌症死亡人數 要降到三分之一 但攤開衛福部數據統計 民國107年開始 台灣癌症死亡人數 從48000多人 上升到111年的 51900多人 如果要下降到三分之一的死亡數 每年就要讓17000多人 不是因為癌症死亡 那我想我們的目標是希望能夠減少30歲到70歲過早死亡的癌症的比例 從目前的7.7%降到6.45% 另外也就是要提高全癌症的五年存活率到65%以上 這樣子才能夠達到癌症死亡率降低的一個效果 第二個我們就是要落實有關癌症的個管師 在針對癌症的這個收案的這些病患去加強衛教以及追蹤的一個功能 專家表示在短短6年之內 要降低台灣三分之一癌症死亡人數難度非常高 政府相關配套很重要 包含癌症用藥標準 給付與治療都要加強 設立跨部門的國家癌症中心 統籌癌症治療現況 癌症死亡率才勇往降低 另外三高一腎的篩檢年齡 從40歲下修到30歲 但國人健檢的意願成了未來考驗 但是問題是你篩檢的東西 並不是所謂的三高一腎 那個是慢性病的篩查 癌症很多的癌症的原因都不太一樣的 有的可以靠疫苗的 比如子宮頸癌 所以你去把子宮頸癌的要接種的年齡往下降 這個就是一個辦法 顧建署統計顯示 全台成人健檢的利用率 2022年只剩下28.4%不到三成 40到44歲的比例最低 並不是越年輕越不想做檢查 而是勞工體檢跟成人健檢的項目多有重複 專家表示檢查不是越多越好 而是要跨部門的資源整合 也是賴清德總統的重要挑戰 目前癌症的新藥進到我們台灣的時間 大概從取得藥症以後 也要再經過將近400天到500天 才有機會納入台灣的健保給付 而且納入的適應症範圍 可能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那如何去縮短這個癌症新藥 能夠進入到讓病人早日可以用 這個健保能夠給付 那這個當然就有賴於 這個所謂的新藥基金的一個成立 新冠是善任三把火 賴總統醫療三界如何精準射中目標 外界都在看 TVN新聞羅斯王來一名台北長保報導 上腹痛不一定是胃痛 上腹痛的原因有很多 可能來自胃、奢脂肠 但也有可能來自胰臟、膽囊甚至是心臟 尤其是反覆疼痛的病人 更應該考量去檢查其他的問題 因此遇到上腹痛的狀況時 需要進行詳細的問診檢查 也可能需要內視鏡以及超音波的檢查 確定疼痛的來源以及病因 其次消炎止痛藥 也就是非類固存性的抗發炎藥 確實有很好的消炎止痛的效果 但是這類型的藥物 有時候會對胃部造成不良的影響 甚至有可能會加重原本已經存在的胃溃疼 因此針對胃或十二指腸溃疼引起的不適 最好的處置方式是使用專門治療溃疼的藥物 比如說輕離脂肪部阻斷劑 而非一般的消炎止痛藥 對於嚴重胃痛的一個患者 我們通常會建議使用普拿藤之類的止痛藥 搭配抗痙磷劑 緩解胃壁平滑肌 因為痙磷造成的疼痛感 傳統的非類固存消炎藥 雖然有止痛效果 但同時它也會抑制潰瘍的愈合 降低這個胃黏膜的一個保護力 如果腹痛的時候就直接服用非類固存類的 消炎止痛藥可以讓症狀上暫時的緩解 但是如果您這一次腹痛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消化性潰瘍所造成的 反而會導致疾病的惡化 在臨床上其實可以看到 其實常常 傷腹痛的原因其實是因為消化性潰瘍 那病人因為自行服用止痛藥 那沒有經過醫師的診斷 那其實來往往我們在做 內視鏡檢查的時候 可以看到說病人反而整個胃 反而是更嚴重 更是整個都是千瘡百孔 一般消炎止痛藥當然吃了 反而會引起胃的不舒服 大概15-25%的病人 吃了這個一般常用的消炎止痛藥 反而引起胃痛、胃脹氣、噁心、嘔吐這些 胃痛的用藥不是一般的消炎止痛藥 是用一般我們常用的脂酸劑 胃黏膜保護劑這一些 就是我們一般所謂的 肥類固存的消炎止痛藥 坊間常用的止痛藥有 Punatum跟肥類固存類的止痛藥 然後Punatum一般來講 就是它有退燒跟止痛的作用 肥類的止痛藥額外多了一個消炎的效果 一般有些人就是 在用止痛藥的時候會有些迷思 第一個迷思是說 有些人是對於止痛藥是近而遠之 就是不論身體再怎麼樣疼痛 或是說有些關節性的疾病 需要用止調控控制 它也不去使用 一般所說的消炎藥指的就是 非類物存類的消炎止痛藥 這樣的藥物它主要的作用基準 其實是抑制我們身體內的某些酵素 來減少發炎的狀況 何時會使用到消炎藥 通常就是身體有一些發炎的狀況 但不是細菌性的感染 特別像是頭痛 筋痛或是有一些肌肉發炎的狀況 就會使用消炎藥來緩解這種發炎的症狀 來達到解熱陣痛的效果 它在長期的使用或是大量的使用 可能會對胃造成傷害 也有可能對腎功能造成影響 所以在使用這類的藥物 大概都一樣要有意識的指示去使用 所以基本上抗生素跟消炎藥有什麼樣的差別 主要就是抗生素是來使用對抗細菌的部分 消炎藥主要就是對抗發炎的狀況 醫師提醒 若上腹痛時 應先找出病因再選擇適合治療方針 如果懷疑是胃潰瘍產生的不適 應使用針對胃潰瘍的藥物 如果有胃潰瘍病史的患者 在服用消炎止痛藥時 也一定要告知醫師 才能避免不必要的風險 TVBS新聞 陳如環 蕭英強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